字幕提供 好 我們這個章節要講到最後一個題目 就是所謂的一個充量 一個物體感受到的充量 我們是定義這個物體它的動量的改變 我們這邊你可以看到關係是 我們定義這個充量的符號是 I 它本身是個向量 因為它會等於動量的改變 所以你知道它的單位基本上也是動量的單位 所以 I 會等於 ΔP 會等於 PF 減掉 PI 就是莫動量減掉初動量 注意我們這邊用的這個 Δ 基本上它不見得指的是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它只講到說 你這個物體經歷了一件事情之後 它動量產生了改變 我只問說這個改變量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這個物體所感受到的充量 那物體的動量會改變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因為有外力作用在這個物體上面 所以這個物體感受到的充量 是跟外力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稍微來推導一下 這個充量到底跟外力它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講的是 F 會等於 ΔP over DT 就是說你在某個瞬間你有一個動量的改變 基本上就是跟外力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時候你把方程式左右都乘上一個小小的底T 所以你就說在很短的很短的瞬間 如果在這個瞬間你收到一個力F 基本上你的物體的動量改變就是底P 也就是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雖然P它是一個向量 但我們如果現在單純的只看X的分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畫的圖呢 我的縱軸就是說這顆粒子呢 在某一個時間區間之內 它所受到的力的變化 Fx 橫軸是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時間 這顆粒子呢 會感受到不同的力 所以一開始是Pi 然後開始受力之後呢 結束的時候是Pf 它的這個動量的大小會不一樣 那充量的定義呢 就是墨動量減掉粗動量 那這樣子一個複雜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力會隨著時間改變 那我們怎麼去計算這個充量 也就是說動量的改變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這個時間 這一段的時間呢 把它切成非常非常多的小等份 那在每一個小等份底T的區間之內呢 我就可以說在這個瞬間之內 因為它受到一個力的大小 所以我的物體呢 就會有個動量的改變 所以有個底Px呢 會等於這個瞬間所受到的力 fx乘上底T的關係式 那我如果要知道的是 整個區間我動量的改變是多少 那基本上呢 我就把所有小小的底T的區間之內 它的動量改變做個加總就好 也就是說我可以去做一個積分 所以我就會發覺說 上面這個動量的改變呢 DotaP呢 就會是這個F底T的一個積分 也就是說我的力隨著時間做一個積分 這個大小呢 就是我會期待這個物體它的動量的改變 也就是這個物體所受到的充量的大小 但是像這個圖上所示的 就在這個時間區間之內呢 它的所受到的力忽大忽小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一個概念去估算說 在這個時間區間之內 這個例子它平均所感受到的力的大小是多少 比如說你如果今天去打一顆網球 你知道這網球過來的時候有個速度 當你揮拍完之後呢 球會往反方向飛出去 可是你知道的是說這個網球 之前跟之後的動量大小 你知道說這個網球受到一個充量 它改變了它的動量 可是我想要估算一下 當我揮拍的時候呢 我的球拍給這網球它的平均力的大小 那我該怎麼樣做計算 所以說我們知道這個動量的改變 也就是充量呢 它會等於一個力的概念去乘上一個區間 所以我們平均力的一個定義呢 就是可以把充量去除上這個經過的一個時間 就變成在一個時間區間之內 雖然有的時候力比較小 有時候力比較大 但平均而言呢 我可以估算出來說 到底在過程當中 我的力子所感受到的力的大小是多少 那接下來我們很快來看一個例子 來更了解這個所謂充量跟平均力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這個例子裡面講的是 你有一個150克的球 那它一開始被丟出來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速度呢 是30m per second 然後有人揮棒了把它打出去 然後打出去之後 我知道這個球呢 是往相反的方向飛 然後它速度的快慢呢 是40m per second 同時給了你一個資訊說 這個球跟棒子接觸的時間呢 只有10的-2次方秒 就0.01秒 它問的是說 你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資訊呢 去估算一下 擊球的時候呢 這個區間之內 你球棒給球平均的力的大小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先把這圖畫出來 我們定義了一個方向 是正X方向 就是一開始呢 球飛過來的方向 那大小呢 是30m per second 那被打擊完之後呢 這個球往左邊飛出去 所以它現在球行進的方向呢 是在-X的方向 所以照剛剛的定義呢 我可以把動量的改變 也就是說 這個球所受到的衝量的大小 給計算出來 所以它的impulse 也就是它的衝量呢 就是Pf-pi 那動量就是質量去產生速度嘛 所以你只要注意到這個正負號 因為結束時候呢 它的速度是朝左 我們定義呢 它是一個-X的方向 所以結束時候呢 它的動量呢 就是它的質量 去乘上-40m per second 減掉一開始的動量呢 一樣是它的質量 但是乘上一個向右正的一個速度 所以做完一個計算之後呢 你發覺這個棒球所感受到的衝量呢 就是-10.5 那它單位呢 是跟動量是一樣的 是kilogram乘上meter 除上second 然後方向呢是在-X方向 那有這個衝量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說那平均力的大小是多少 是你會發覺說這個衝量的改變呢 是在0.01秒 這個區間之內所造成的 所以平均力的概念呢 就是把我們得到的這個衝量呢 去除上接觸的時間 所以你就得到是一個-1050牛頓的一個力 然後它力是力的方向呢 當然是朝著左邊 才會讓你的球呢 的運動行進方向呢 從原來朝右變成往左 那我們這邊呢 就透過這個例子呢 總結了衝量以及平均力的介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